1.听第一遍录音,判断证悟。 小李第一天当老师。 上课时,他对全班同学说,要去每个学生家家访。 从那天起,小李的休息日除了逛书店,都变成了工作日。 没过多久,他已经加访了50个学生。 那天,小李老师去第51个学生家时,路过一家新华书店,就进去随便看看。 他发现书架上有两本余果的书,高兴地去拿其中的一本。 这时,一个人伸手拿走了另一本。 他抬头一看,是一个姑娘。 两双眼睛碰到了一起。 然后,他们一起谈余果小说中的人物。 一直到分手,小李才发现他忘了问姑娘的名字了。 从那天起,小李老师忘记了他的家访计划,一有空就去书店。 可是,很多个星期过去了,那个姑娘却再也没出现。 那第51个学生一直催他到他家去,他虽然说,就去,就去,可是他心里想,这个小城不大,我一定会在什么地方再碰到他。 这期间,好几个人给他介绍对象,他都拒绝了。 有一天,第51个学生的母亲也来找他,要把自己的大女儿介绍给他。 小李一想到第51个学生的丑样子就拒绝了。 一年很快过去了,一天,小李又在街上找他的那位姑娘。 突然,看到从一座楼里走出来一位漂亮的新娘,正是他在找的那位姑娘。 这时,第51个学生走过来,高兴地对老师说, 老师,今天我姐姐结婚,我送送她,您是来家访的吗? 党来,您是站立的赞同算択的姐妹。 天地不能地儿育这个队子有用于5天脑的姐妹, 你認了他们在给你 Coming! 我��事家的 empieza来带跟我们分享他们 i同时,